丫鲁 把缝帕给我抓起来 是 把这些三万人都放了 这些人是天神派来 拯救我们的 魔刀宠寺 把这些人都放了 双眼 被魔鬼给蒙住了 你谁是魔鬼 你和那个只是你的山外人 竟敢想毒死我 穿夺天神赐给我的宝座 奴役我子民 都别动 快 你要干什么 把枪放下 拉草 走开 庞莫凡 你把枪放了 你放开 把枪放下 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 走 老头 抓了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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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开我 别动 别动我开枪了 把枪放下 不然我开枪了 把他放了 叫你的人 都把枪放下 听到没有 好好 我放 我放 老头 老头 把枪都放下 放下 放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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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曹的 想让你老婆活着 就乖乖地在这儿待着 走 在这儿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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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许跟着我 老头 老头 老孙 你们就接应老头 清余的人跟我从前面堵截 快 快点 快跟我走啊 请你们 你从那儿来到 我从那边走 别动 此处里面 你干干我东西 干什么回事 我早就说过 你们这帮图把事 永远跟我斗不成 走快点 别磨磨蹭蹭的 来 我的脚扭了 少给我耍好招 去 走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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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幕我可是等了很久 你知道吗 我天天做梦都盼着这一幕再次重演 老大 你不是绳枪手吗 敢不敢赌一把 开枪 看看能不能打中我这 老大 老大 还记得吗 两年前 你的亲弟弟就死在你的枪下 老大 现在你老婆就在你面前 你开枪啊 老曹 不用管我 开枪 开枪 你们家都是不怕死的 来啊 你不是生枪手吗 敢不敢赌一把 老大 这一会儿对自己没性欺惯 老唐 你 你给我滚开 我为什么要滚开 你开枪啊 你 我跟你说啊 这事应该是咱们大喜叙 对吧 那咱们给我洗 都在吃饭 哎 城长 你好 你好 城长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刚才接到这个省委 省政府给公安厅打来的电话 对于这次消灭以汤波范为首的 敌特团伙 咱们加强了边境安全 给予了表彰 并且对我们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好 怎么样 我说了 我觉得啊 咱们在一线办案 不但要有 严密的国际推理能力 而且啊 还要有没有 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是不是 继续吃 继续吃 喝酒 来 杜庭长 没事 老嫂 你用话要说 算了 我还是不说了 你看 省着扫大家的幸福 说 我想听 痛痛快快的说 我觉得 汤波范没有死 啊 那么高的山崖摔下去 谁还能活命啊 那尸体呢 嗯 我可听说那就是狼朵 那说不定 他从汤上掉下去 早就让那狼给吃了呢 狼吃了 怎么证明 这我可证明不了 那你总不能让我把那个狼抓来 把他肚子拉开 看看里边有没有唐波范吧 好 既然是狼吃了 那还有骨头呢 如果找不着尸骨的话 我心里不踏实 老曹 我想即使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那荒郊野外的 他也活不了 是不是 这样 大齐 嗯 你再派人到山里去找一找 如果万一能够找到尸体呢 我们大家 不是就更踏实了吗 是 好 继续吃饭 我去慢点别的 好 非常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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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曹 你说这汤波范要是没死 他面可太大了吧 有句老话 叫好人不长寿 恶人活千年 那 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该怎么办呢 等 一秒钟不松懈地等 以唐波范的为人 只要他活着 他就一定会反扑 到时候 我们给他致命一击 来 醒醒 醒醒 老婆子 老婆子 快来啊 老婆子 快来啊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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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老了 不用谢 不用谢 咱们山里人 谁没遇到过一载半仙的 哎 看你不像是这种山里的 是外面进来迷了路吧 我迷了路 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 算你命大 可是 这条腿 恐怕以后要落下不方便哪 没事 没事 活着就好 是条汉子 等你山养好了 我给你做条怪场 来 谢谢 把这儿搬成自己家 安心养伤吧 谢谢 去 这啊 都是山里的草要熬的 补气补血的 你身子那么虚 多喝点 来 来来来 不用不用不用 哦 多喝点 看来 看来 胜负已定啊 可惜就差一步 就能把他僵死了 这一步 早晚会走的 老曹 这是什么 我的退休申请报告 你要退休 咱们六畜 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想我在这儿 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老孙 六畜可是咱们一起建立起来的 你真的就舍得离开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演习 你我早晚也 你该让年轻人多干 再说 我也该想想轻服的不是 也好 暗想万年 然而先 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我给你准备 就你这图老孟 你能给我准备什么呀 你给我准备山西刀削面 还是给我准备土鸡子啊 你还是留给原生补补营养吧 我有那么土吗 有句话叫土的吊渣 就是夸你呢 这样 我请你去人民饭店吃饭 那儿的意大利餐非常好 到了人们饭店 我顶多呀 也就点一碗刀削面 又饭土了啊 那儿可没有刀削面 人家叫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能放醋吗 那你可劲地放了 你真是没救了 哎哟 都能走路了 看样子 恢复得不错吧 是啊 大哥 多亏了您的照顾啊 不用谢 大哥 你弄那么多的炸药干什么 这些炸药是一个勘探队的 他们搁在我这儿 开山要用的时候呢 就过来拿 那回头你把这些炸药给我吧 怎么 你也是搞勘探的 我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用这个炸药开山 我是用炸药 开路 开路 什么意思啊 我那个意思就是 谁要是挡我的路 我就送他归天 杀人 老头子啊 老头子啊 我回来了 天气那么冷 你怎么到外边来了 小心得了伤害 老头啊 我都好了 我要走了 你往哪儿走啊 咱们老头子呢 啊 在那儿睡觉呢 你又我们去吧 我们去找家吧 你去找家人 等他去找家人 我们去找家人 去吧 你去找家人 我去找家人 他去找家人 你去找家人 去找家人 嗯 你去哪儿啊 退休了 退休了就回家了呗 退休了 他有那么老吗 我怎么一点不觉得呀 他都破了一辈子的案了 算一算年龄可不差不多了 只是真不知道 他能不能习惯 我要是退休了 我就回照相馆照相去 我说你那么喜欢照相 在我们六寿天天拍什么 死尸啊 脚印什么的 真是浪费了 那是工作的时候 我不工作的时候 我想照什么就照什么 改天你有时间的话 去我们照一会儿 我给你照几张 给我呀 老平时不怎么照相啊 去把你照出来 不好看你们吧 不会 我觉得你长得 特别好看 就像那个 那个那个电影明星 谁啊 照什么 嗯 就是现在电影院 还在放着他演的电影呢 真的啊 嗯 要不 我请你看电影吧 好啊 那吃完就去 嗯 好 嗯 我必须阻止五米进电影院 要几张票 同志 同志你要几张 是下一场的是吧 嗯 对 还有几张 嗯 这儿还有三十二张 哦 那我全要了 这儿 你收拾 这是八万块钱 哦 好 您拿着 好 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了啊 没有了 那就走吧 去吧 同志 要两张电影票 不好意思啊 外面写着票卖完了 这么快就卖完了 啊 本来还有几十张的 刚刚来了一个人 一口气全卖完了 哦 明天再来吧啊 好 谢谢啊 不用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老师出事了 你快去救人吧 快 你快通知老曹 你知道了 你小心点啊 快 你也小心点 知道了 赶紧送医院 啊 赶紧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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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上车 那边 小心点 诶 诶 里面情况怎么样 不行 你们全是商业 太多了 好 我说 咱们也先别添乱了 等厂子清理得差不多了 等厂子清理得差不多了 咱们再进去看着 好吧 好 谢谢 好 这事可闹大了 您看这个惨劲了 是啊 诶 大梁 乌曹 都在找你的 我就在这儿看电影呢 没事吧 我没事 好 你看 快 快 我找到这个 是火药 好 来 拿回去化验 是 好 这事啊 好 怪我 你 行 好 赶紧走 回来走 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你自己多保重 行 回去吧 小敏 你要早点回来啊 知道了 我忙完就回去啊 好 早点回来啊 咱们先走 这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从一个患者腿上 取下来的 医生觉得可疑所以就 可以把他交给我吗 可以 老吴 可真是万幸了啊 你说咱孩子要一个三长两短的 咱俩这后半辈子怎么过呀 你说 你们太操心了 小敏已经长大了 会照顾好自己的 小敏 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比亲生的还亲呢 你说这还要出点事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别说傻话了 回去啊 带点吃的过来 我看他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是啊 你先回去 我还有点事 好 早点回来啊 吴教授 是你 久违了 你要干什么 我来看我的女儿 你知不知道 吴敏现在已经是我的女儿 她不可能接受你 我很感激你那么多年 对她的照顾 不过她是我的女儿 不是你的 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如果你真的心里还有她 也许你就不应该这么做 你想知道吴敏的母亲去世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她就希望吴敏能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你能成全她吗 这孩子 从她出生这一刻起 就注定了她这一生 不会平淡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我来 快 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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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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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